大家好 我是虫子 今天带大家来到广东普林 来这里寻找一个圣山里面的村子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这里是一片竹林 现在就带大家进入这个在圣山里面的村子 去里面看一下 走进这个村子 出现在眼前的就是这一条石桥 看前面那里有一个亭子 还有一个伯公庙 那现在在我身后这里 这里有一座庙 这座庙应该是当地的香香国王庙 也就是我们本地俗称的老爷公 现在就过去看一下这个庙里怎么样 香香国王 在这里左手边这里有一只老虎 然后右边这里是一条龙 在我们草山地区这种香香国王庙 是非常多的 进入这个村子切好碰见住在本村的一位老阿姨 老阿姨告诉我这个村子全部都是姓黄的 黄阿姨告诉我这个村子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去外面买房了 由于这位黄阿姨比较喜欢宁静的生活 所以就选择在这个乡村里面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村子非常宁静 在视频前面这里 这里都是一些石头屋 但是这里的这个建筑 跟外面我们平常居住的这个房子建筑结构 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这个村口这里 这里这个绿化 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村子也有部分房子 已经是倒塌了 这个村子是非常宁静 感觉在这里生活的人是比较悠行的 在这里正好碰见一位正在打扫 为什么大叔 这位大叔告诉我 这个村子现在也已经是没什么人居住 不过现在政府的政策很好 已经把这里打造成旅游村 相信在不久将来 这个村子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可以选择来这里生活 或者是旅游的 它这里每一条巷子 都是整理的非常干净 大家看 这个水沟里面排水 这里是非常的干 并不会只生那种蚊虫 它这里也有一个公共厕所 而且这个公共厕所做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好像也是比较时髦 这样的一个环境 如果在这里居住 大家愿意来这样的一个地方生活吗 就会让我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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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这边就会让我来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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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